据说用啤酒瓶砸脑袋会引起脑震荡 而空酒瓶造成的伤害反而更为致命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验证满瓶和空瓶锤的伤害更大 亚当准备了很多啤酒 并决定拿评论区的粉丝做实验 但粉丝们却表示玩不起 所以吉米只能用头盔进行测试 而头盔里装有感应器 当头部受到任何撞击时 感应器就能记录力道的大小 亚当将头盔戴在假人头上之后 吉米抄起啤酒瓶就开始砸 但尴尬的是 由于头盔的缓冲作用 多次尝试都没能将瓶子敲碎 反而头盔被砸出了裂痕 显然这些啤酒来源于咱们倾倒 传感器记录到头盔受到的加速度 达到了107个G 而人脑在受到100个G时 就会引发脑震荡 随后他们卸下头盔并贴上传感器 决定直接砸在假人头上 通过不断测试 传感器测得加速度为11到54个G 而平均下来就是28个G 接下来他们将啤酒倒掉 打算用空皮酒瓶进行测试 然而和留言相反的是 空酒瓶明显要比满庄的酒瓶 更容易被击碎 多次测试之后 传感器测得平均加速度为22.7个G 但亚当对实验设计产生了疑问 他认为吉尼每次砸落的强度无法控制 可能造成数据的不准确 所以亚当决定打造一个机械砸瓶器 以保证每次砸落的力道相同 而为了得到能使酒瓶破碎的准确速度 亚当向二师兄借来新鲜头颅 并用两种酒瓶分别进行测试 通过高速相机计算得出 当速度达到每分钟15米时 两种酒瓶都能被击碎 那如果用这个速度砸向人头 结果又会如何呢 因为人脑在受到撞击时 颅骨会相对大脑进行运动 这样就会导致碰撞的部位受到伤害 从而引起脑震荡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亚当决定用果冻制作一个仿真大脑 因为他和人脑的性状相似 将仿真大脑安装好后 他们开始了实验 首先用满桩的酒瓶进行测试 但由于啤酒的泡沫挡住了 观察人脑的视线 于是他们将啤酒换成了清水 只见瓶子在撞击仿真人头的瞬间 里面的果冻发生了剧烈的撞击 如果人脑受到如此大的冲击 估计立马就要开启了 接下来他们用空酒瓶进行了测试 很明显这次撞击的强度小了很多 虽然空酒瓶对人的伤害不及满桩瓶 但这样的撞击也足够引发脑震荡 那又能否击碎人的颅骨呢 为此他们给二师兄做了开颅手术 并测得头骨的厚度和人的颅骨相同 然后根据头骨的特性 用塑料制作了仿真头骨 为了使模型更加真实 他们加入了与人头等重量的牛肉 当满桩的酒瓶撞击模型的瞬间 仿真头骨直接被击碎并掉在地上 显然这样的撞击对人来说绝对是致命的 而随后的空酒瓶测试中 虽然颅骨模型并没有破碎 但却在表面发现了许多划痕 那哪种酒瓶对头皮的伤害会更大呢 于是吉米用自己的光头和不同皮质进行对比 找到了能模拟头皮的人造材料 并在它的背面加入了红色墨水 以此来模拟划破头皮而流血的情况 经过测试他们最终发现 两种酒瓶都会对头皮造成多处损伤 并且伤害程度几乎没有差别 所以不管是哪种酒瓶 都会对人造成巨大伤害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我是探索哥 被困在无风的海面上 但有个大聪明用风扇吹船翻的方式驱动了小船 并让所有人成功到达了岸边 可用这种方式真能让船向前行驶吗 根据牛顿第一定律 物体需要在外力作用下才能改变运动状态 而风扇与翻船属于同一参考系 它们之间的作用力不属于外力 所以理论上船应该保持不动 但现实中船究竟会不会前进呢 为此留言组决定先做个小型测试 但考虑到水中阻力太大 于是它们改用平板小车进行代替 以便测试的效果更加直观 而凯利则尝试了不同型号的风扇 并挑选了风力最猛的安装在小车上 然后格兰为小车制作了船翻 这样一个模拟翻船就做好了 首先它们测试了没有船翻的情况 当凯利打开风扇的开关之后 小车立即开始向后移动 紧接着它们装上船翻再次进行了测试 这次小车果然停在原地不动 这是因为风扇向后的推力 与小车向前的作用力相互抵消了 似乎牛顿的定律是经得起检验的 但就真没办法让小车动起来吗 而格兰认为改变其中的某些变量 实验就有可能成功 于是它缩小了船翻的面积 果然在启动电机后 小车开始动了起来 不过运动的方向却是向后退 原因是当风吹过较小的船翻时 会有一部分风力侧漏了出去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向后的合力 那如何才能让它向前行驶呢 接下来凯利更换了更大的船翻 同时格兰增大了风扇的功率 这时小车竟然奇迹般向前滑行了起来 格兰解释是因为当较大风力吹过时 船翻会将多余的风力反弹回去 从而就形成了向前的合力 所以只要风力足够大 小车就能向前移动 那如果使用超级工业风扇 是不是就能轻松推动翻船前进呢 下面留言组找来了巨型风扇 并将它安装在了木船上 而它30千瓦的功率能产生90公斤的推力 并且通过格兰的测试 启动时的风速达到了110公里每小时 可这样的力道真能推动翻船向前行驶吗 为了减轻船身的重量 他们用铝制围杆架起了船翻 随后他们来到了无峰的湖边 首先测试的是没有船翻时的情况 碳风扇能为木船提供多快的速度 但当他们启动风扇之后 由于两人操作不熟练 导致木船差点失控撞进了杂草丛里 还好经过格兰的努力稳定了下来 这时托瑞测得木船的行驶时速为32公里 接下来他们将船翻升了起来 然后调转了风扇的方向 可这次启动风扇之后 帆船却开始原地转圈 最终完全失去了控制 于是他们只能重新启动风扇 同时不断调整风力的方向 这才让木船稳定的向前移动 虽然最高时速仅有4.8公里 可足以说明风扇确实能吹动船翻让船前行 但为什么不将船翻收起来 这样做的速度岂不是更快吗 据说蟑螂是唯一能在核爆中幸存的生物 因为它的细胞生命周期长并且结构简单 所以蟑螂比人类更能抵抗辐射 这也是它能在地球生活超过3亿年的根本原因 可这样的说法真的具有科学依据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专门从德国进口了一些蟑螂 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专门由人工饲养 并且喜欢吃人睡觉时流下的口水 这次他们决定连同果蝇和粉甲虫进行核辐射实验 以此来对比三种昆虫在核辐射下的存活情况 为了防止小可爱们四处溜达 托瑞用亚克力板为他们打造了精致的房间 同时也方便360度享受核辐射的沐浴 但凯莉找遍了某宝和拼兮系 都买不到真正的核弹 于是他们托关系来到了核研究基地 因为这里拥有高放射性源古六十 它能在一个小时之内释放5.5万雷德辐射 足以让人在10分钟之内开息 而人只要暴露在1000雷德的辐射下 肠胃会最先受到损伤 然后就能亲眼看着自己腐烂的脏气 从菊花里喷射出来 所以它不仅仅会导致人死亡 而且还会死得很有艺术性 眼前这个设备就是辐射释放装置 当机器启动之后 辐射源会上升至小孔并释放射线 本次实验他们将用不同强度的辐射 对昆虫进行照射 而首次测试的辐射量为1000雷德 下面托瑞将三种昆虫分别放在了照射位置 然后所有人躲在了隔离室 专家启动机器开始1000雷德的辐射实验 等照射结束并确认安全之后 托瑞取出了所有昆虫 可让人惊讶的是 三种虫子不但都没有死亡 而且还活蹦乱跳 但考虑到辐射破坏的是细胞 威力并不会立刻显现 于是他们决定将昆虫好好伺候并观察30天 接下来又进行了第二次实验 并且这次的辐射量增加至了1万雷德 由于辐射强度的影响 这次摄像机都出现了干扰 可当实验结束之后 他们依然发现所有昆虫都还活着 显然这样的强度还不能导致他们当场开戏 为了得到能让昆虫立即致死的辐射量 他们再次进行了第三轮实验 而这次的辐射强度增加到了10万雷德 这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的100倍 那么蟑螂是否还能幸存下来呢 然而当照射完成之后 他们发现 这次蟑螂几乎已经死光 但其他两种昆虫的情况相对较好 可30天后谁又是最终的获胜者呢 实验的最后 他们分别对虫子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遭受10万雷德辐射的蟑螂最终无疑幸存 而1万和1千雷德下分别还有30%和50%存活 可见蟑螂确实比人更能抵抗辐射 但同时刘炎祖也惊讶地发现 即使是在10万雷德的超强辐射下 依然还有10%的粉甲虫兴存下来 所以如果地球真的发生了核灾难 统治世界的就可能会是这些简单的虫子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死变态将女孩的脑袋浸泡在液弹中 冷冻5秒后人头就变得冰块一样一敲就碎 刘炎祖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决定找个铁粉进行试验 于是格兰打造了一个爆头机器 它能以450公斤的力道砸向平面 首先他们用冰块人头进行了对比测试 这时机器轻松一拍就将它敲得粉碎 那如果换成冰冻过的人头 效果会不会一样呢 但由于没有铁粉自愿为科学献身 他们只能用头骨和硅胶制作了仿真人头 并且它的物理特性与真人类似 接下来托瑞将人头浸泡在液弹中 等经过5秒冰冻之后 它立即将人头放在了台面上 紧接着格兰拉下了机器的释放绳索 尽管在巨大的冲击力下人头已经变形 但却没有像冰块一样炸裂 凯莉认为可能是5秒钟来不及将人头冻住 所以只要延长冰冻时间 说不定就能一敲就碎了 随后他们将第二个仿真人头放入液弹中 并且冰冻5分钟之后才取了出来 此时人头已经变得非常僵硬 而当他们再次启动机器时 这次表面的头皮瞬间被拍得粉碎 同时天灵带也直接飞了出去 这要是换成哪个幸运粉丝 肯定会有一点点疼 显然被冰冻后的人头确实更容易碎裂 但因为仿真人头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 为了直观展现破碎的情况 他们向自愿参加实验的二师兄借来了新鲜猪头 并且将浸泡时间增加到了15分钟 而当机器再次砸下来时 除了鼻子轻微骨折之外 猪头却并没有多大变化 所以冰冻过的人头根本没有那么脆弱 但即便如此也不建议大家尝试